好 继续来看到台东县的卫生局配合卫福部办理在家艾滋自我筛检的计划 那么12月开始民众在卫生局以及各乡镇的卫生所购买艾滋协议自我筛检的检测 那么在家进行自我筛检 只要一分钟就能够知道初步的筛检的结果 那么卫生局也建议有过性行为者应该要接受一次的艾滋筛检 以确实了解自身的健康状况 民众在展间内参观画作 由台东大学108级美术产业学系师生共同举办的来一杯小米酒连展 在台东县文化处艺文中心一楼展出 呈现出学生在校4年所学的成果 同时也是对老师们专业技术的检视 也让展览会场成为相互学习成长的平台 这次活动会叫来一杯小米酒的原因是因为 希望我们学校的学生跟老师的情依能够像小米酒一样越酿越香 每个人的作品跟每个人的专场都会像都是需要磨练的 所以来一杯小米酒也是越酿越香是需要时间 那就跟我们的专场啊长才跟或者是不是只有美术系 跟其他人都是一样都是需要经过磨练 然后时间的催练才会进行成长 其实因为老师平常在上课通常都是口头来讲述说我们的 当代艺术是怎样 但是学生其实并不太了解说老师作品到底是怎样 那我们也可以透过这次的施政研展让学生知道说 原来老师平常上课讲的东西就是这样子呈现出来 然后也透过这个展览让我们学生跟老师有一个对话 本次展览的三十件作品中 种类包含油画 压颗粒 水墨 素描 水彩 复合美彩以及立体创作 在这个展览里面其实包含了非常多的量式的作品 包括立体类的 书画类的 或者是影音类的 其实也呼应说我们的科技其实是非常的多元 那每个老师有非常多的专才可以让学生在不同的领域来做一个创作 所以他们会以 通常都是以台东的一个大自然环境的一个启发来做一个重作 远洋渔业来到台湾之后 就是鲸鱼就不会再来蓝鱼对片海域 所以他们蓝鱼人很想念鲸鱼这个生物 然后后来我就以这个 我看到这个故事之后我就想画这种作品 台东大学美术产业学系来一杯小米酒师生连展 不仅鼓励学生创作 也督促老师自我精进 让台东这块土地的艺术种子 如同小米酒般 越酿越香越来越纯 记得小家会 台东施报道